那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天呢 我们光是徒步走在太阳底下呢 都感觉自己被像放在这个火炉上 烤的五花肉一样 更别提那些在烈日下被戏服层层包裹 还得强颜欢笑的演员们了 那最近呢 在横店抢拍新戏野百合的演员曹云金呢 同样也是感受了一把横店的热情 不过呢 人家自称是这个装备党 更是有亲妈疼 瞬间是拉高了横潇演员的戏服之术 感受一下横店的阳光 哇 这里的羊毛真的好棒 记者谈判当天 天场的温度已经直逼四十度 曹云金不仅要穿着厚厚的戏服 还受到了蚊子的特殊照顾 就连到了戏上 这英雄救美的戏份也是相当让人心疼 开始 你要干什么你 什么人 我货费 这个人我认识 怎么能打人 你凭什么打人 虽然戏里戏外受了不少苦 但曹云金的心情却依然倍胖 竟然还能在中场休息的片刻找到乐趣 我组里的女演员 我的课点嘴大 给国人看手 一个馒头扔进去 四边都碰不着 一试小编不禁要问 曹老师 您是哪来的幸福感 紧接着 我们在她的午餐现场找到了答案 因为我母亲也送我在横店 特意给我蒸的那种老式的馒头 我这个馒头顶外边的馒头三个这么重 菜都是我母亲亲自给我做的 炖的鸡 然后 红肠 熬的黄花鱼 西兰花 每天有一只鲍鱼 有一只海参 然后 青卡的虾肉 这绝对是亲马 振振的香味扑鼻而来 甚至把系里搭档都引来蹭两口 看着咱们曹云坚吃的那叫一个香 我们也终于明白了 他的幸福感到底从何而来了 除了母亲大人每天送来爱心午餐外 曹云坚还自称装备党 横店高温什么的 根本没在怕 每天在我装上摆的那些 这都是我的风扇 这边是LED的 看剧本啊 包括吃东西啊 都会比较方便的 这个也是 这是粉丝送给我的 这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所以我每部戏都带着 这块海绵拿出来之后呢 泡在水里 泡在冰水里 吹出来的风就会更凉 蚊虫冰咬什么的 也是见招才招 光驱蚊蚊你看那么多 有不同品牌的 美国的 泰国的 协和医院的 日本的薄荷 还有国产的 Six Gold 所以我们要换不同的品牌的 然后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这个防纹水 然后来驱赶文 其实说到曹云金 除了在影视剧演员的 这层身份之外 最被人们所熟悉的 应该还是那个 在春晚上说相声 把大家逗得前咬后翻的 相声演员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 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那是什么呀 随便话 从2012年开始 曹云金已经连续三年 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每年陪伴着全国人民 欢度除夕夜 早已成了他的使命 我们作为演员 把春晚看到一种荣誉 就是你可以在除夕夜 中国人最传统的 新春佳节 陪伴十几亿的观众 度过这个除夕夜 他更多的不是一种生财 或者是阳明的手段 那更多的是一种荣誉 对于能在春晚舞台上 脱颖而出 曹云金也有自己的想法 虽说现在电视剧拍得火热 但他也是压根没打算 放弃那个神圣的舞台 作品正在筹位中 准备冲击2016年春晚了 这个一是靠作品吧 一是靠作品 二是还有一个 不懈的一个努力 我相信去执着地 去做一件事情 他肯定会有一个好的回报 我还会输送作品 每年我都会准备作品 然后冲击春晚 但是最后能不能通过审查 这个是要一层一层筛选的 新闻人在线 恒电独家采访不到 我发现了一层筛选的